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一个招标会而已 在公司会议室办不就好了 搞到这种地方来 乱讲排场 浪费我们家的钱 如果换成你 排场肯定要比现在还大 那肯定啊 我就是看不惯的 川 这次就看你们的了 相信我 好吧 喝点水 谢谢 老安姐 曼玲姐 曼玲姐 怎么了 喝点水 不好意思 曼玲姐 怎么了 曼玲 紧张啊 太后又不用你上台 顾穿上去 我没事 我没事 顾先生 你好 请您和团队跟我过来吧 好 好 李川 这跟咱们的有点像吗 这不是是像的问题了 这种相似的程度 外汉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方案到底怎么回事 完了 我们公司不会遭算计了吧 还有这么多记者怎么办呀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李川 现在是早是留 你拿个注意 怎么了 现在屏幕上这个方案 是刚刚出去那个公司做的吗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不管你的事 我们公司的事我们自己会解决 当然了 我只是提醒一下时间的问题 每个公司都有固定的时程 请多给我们点时间好吗 我们很快就好 这个方案绝对不能拿出来 设计雷同是大忌 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 明明是别人抄袭我们怕什么 你说话要严谨 别人抄袭我们 那也得有证据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吵了 记者白账呢 川 尔森 华可 把这个啊给当买了 明白 来 大家去坐吧 走 接下来是川设计团队 欢迎设计师傅川 不好意思啊 耽误了一点时间 是因为我们团队的设计方案 做了一点点的调整 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这次我们的设计方案 整体以暖色调为主 外观设计 用了很多玻璃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 非常的现代化 跟普通的设计方案 可能不太一样 通常这种玻璃材质 这不是在谷底吧 这不是在谷底下 这不是在谷底下 还会让人有一种 冰冷和气体的感觉 为了打破这种固定的 思维模式 我们通过玻璃的反射员以后 将蓝色的基础冷和线 转换成了暖光 江晓妮 你知道这怎么回事 老板 来 看看这个 觉得怎么样 好看啊 你早期的设计风格 竟然是这样的 我没说这是我的 不是吗 但是跟你的风格很像 差很多吧 乍一看似的 不过你现在的风格啊 更前卫 更有科技感和未来感 我看过一些你的作品啊 都是光怪陆离的感觉 但这个作品 一看就是积极阳光的 是有希望的 两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 是吗 我爸一直说 人的作品外壳会变 但内壳不会 很多想法呢 在童年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了 即便建筑不同 但是内里的风格 是不会变的 即便你现在的作品 再前卫 也是有温暖和明亮的地方 这是我刚上大学时候的作品 后来呢 做了一些修改 难怪 还是有差的 不过这个风格 真的很棒 你觉得它适合这次方案吗 如果以这个为基础的话 这个风格看起来很有温度 不过这个方案不是已经都 那就以这个为基础吧 来 交给你了 我可以吗 当然了 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随时过来问我 记忆里那是谁 那是谁 那我可以逃避 随便拼走着 我们相遇到你 所以说 这个是你们俩重新做出来的 你周美总是叫我 那还会 别过山灰 换时光纸 如果有一个好的技术 是有可能的 但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任务 而且这个设计很好看 比之前的还好看 我喜欢 小晓宁 你们俩就是我的救星 这就是我们川设计工作室的最终方案 希望大家可以多提宝贵的意见 你们不能这样 交上来的方案不是这个 有违反规定吗 你 没问题 我们欣赏 并且也愿意接受更优秀的设计方案 哪怕是你瞬间的灵光一显 但也足以证明你的优秀 傅春 你很不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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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